赞叹毁谤是人情是苦 假的不是真的 所以菩萨修仁如 听到这些他无动于衷 没有感受到 尽忠学人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有人来告诉你 别人毁谤你 侮辱你 陷害你 我们回答他的 是阿弥陀佛 听到了不放在行上 对这些造谣生死毁谤的人 不但没有怨恨心 又黎明心 为什么 如果他的毁谤是事实 我们听了 感谢他 提醒我 有则改之 帮助我改过自信 有时候犯了这些过失 自己不知道 他提醒了 要赶紧 要赶紧 我乘这个机会 改过 如果没有 我一毁谤 造谣生死 没有 没有更好 消业障 我们过去 无实戒来的 业障 消不了 这个能消得了 所以 还是要 感恩 我们自己 警觉性更高 断无休闲 永蒙 静静 所以 好死 不是坏死 所以 真正修行人 真正会修行的人 顺经 帮助他提升 逆境 也帮助他提升 善缘 帮助他提升 卧缘 还是帮助他提升 他一直向人及身 那 这是真修行人 会修行人 至于 欧云大使 在 《临风宗论》里头 说得好 静远 无好处 好丑存于心 是你自己心 你自己心好 没有一样不好 卧云也好 逆境也好 你心好 通通好 那心要不好 善于 顺境 都不好 为什么 其他行 他不是帮助你提升 他是教你生烦恼 凡是能引起你贪嗔痴之满 能引起你自私自利 能引起你 能引起你 干那些损人利己的念头 念头 那些损人利己 我引起你 统统是我的 自己要有能力辨别 那就叫看破 看破是智慧 看破之后怎么样呢 如如不动 不受影响 动 就受影响 不动 不受影响 我们自己以感恩 忏悔 回向 回应对方 这样就好 那无疑 不是 小业长 政府会